持續來追 看到今天一口氣新增 單日十三人的死亡個案 死亡數再創新高 而仔細來看 裡頭有八名確診病患 都有高血壓的慢性病史 其中案例五六七六 還是年紀相對比較輕的 四十多歲而已 慢性病史不祥 但入住防疫管之後 卻在一個禮拜之內不幸死亡 我們當然總數是六百七十一了 那確診個案中新增十三例的死亡 病毒快又狠 二十七號一口氣新增十三死 再創單日新高 算下來從十八號 本土疫情大爆發以來 短短十天已累計四十七人死亡 甚至最年輕只有四十多歲 在死亡的這邊 有寫明文就是寫 他有什麼樣的慢性 這是我們目前就資料有了 那通常沒寫就是 就不想 就是沒有辦法了解 他到底有沒有這個慢性病 有沒有慢性病史都還不清楚 但正直壯年卻難逃死神魔爪 案文有七六是本國籍 四十多歲女性 曾接觸確診個案 五月十九採診後 入住防疫旅館當天發燒 通通一周內就喪命 年齡層下次可能也並非 慢性病患者 因為染疫的相關的年齡是偏大 相對的死亡的 這樣的一個風險就比較高 不過以如果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還是四十幾例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維持在一趴 一趴左右了 也並沒有說很明顯的來增高 針對案五六七六病況細節 指揮中心沒有多說 但慢性患者佔了多數 看看其他死亡個案 有兩例都有高血壓 另外一案則有洗腎心臟病 而其他死亡案例也都有潛伏疾病 最短兩天就喪命 十三人中高達八人有慢性病史 而另外是否幫 違在淡系的重症患者插管 交由誰來判定呢 插管是醫師的一個專業的判定 重症醫療是一樣的模式 然後那都是家屬決定不進行插管 這時候他簽署不進行插管 本週疫情不見好轉 反倒急轉直下 死亡人數暴增 恐懼不安 持續蔓延 日有東報道